记者侯城区屏东报道,民进党屏东市长提名办法还未公告,屏东县公厕会总干事邱明章与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委李清胜两人一表态参选,邱明章今天质疑对手球员兼裁判,李清胜则呼吁党内同志不要相互公结。 邱明章今天指出,此次参选没有地方党部的奥元,自己需要加倍努力才能突围,党内初选竞争手中的是公平,但对手球员兼裁判的行为损害了民主的基本价值。 对此,李清胜表示,他身为县党部主委,每天还有许多公务必须处理,这是责任的承担,未来他会向县党部请假冲刺初选。 初选过程希望同志不要相互公结,被其他政党做文章。 屏东县长期以来由民进党执政,但守善之区屏屏东市却始终由国民党执政。 本屏屏东市长林雅传英案遭停职,外界评估民进党拿下屏东市的机会大增。